大家好,如果看过我前几天分享的几个工作流,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到我经常使用这两个节点 那么今天主要是对这两个节点进行一个说明 要不然大家不知道这两个节点有什么功能 我用最基础的默认的基础工作流进行了测试来给大家说明这两个节点的作用 生成的第一张图像是没有使用这两个节点的 而最后一张图像是使用了这两个节点 而中间的这张图像是使用了 其中的一个节点,我将使用这个节点它的第1个参数 Scalar给它设置为2,它的默认数值是0.5,也就是我们上面 第2个工作流的这个参数,我们来看一下对比的效果 那么中间这个设置为0.5的这个参数 和我们没有使用这个节点 默认工作流的生成的图像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变化 我们再来看第3个工作流 仔细看的话 它会有一些明显的噪点和不一样的一些斑点 那么这样就是来说明 这个节点呢 是为我们的图像 增加一些变化 和一些噪点 也可以说 会为图像呢 增加一些细节 但是呢 参数不适合过大 一般呢 默认参数 设置为0.5 或者是 最大 到1的参数 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数值 那么对于下面这个参数呢 它默认数值是2 我们也为它设置的大一些 我们去看一下效果 它会把刚才我们生成的那些噪点呢 还有那些细节 进行一个模糊化 也就是一个平滑的一个处理 让噪点呢 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这 就是 这个节点 它的主要功能 那么对于下面这个节点呢 它们两个节点是经常配合起来一起使用的 虽然说 对生成的图像 大方向的改变呢 是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 它会对图像的细节 和一些噪点的变化 进行 微妙的影响 如果不使用这两个节点呢 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还有就是说 当我们使用这两个节点之后呢 我们在终端上可以显示 生成结果图像的速度呢 会增加10秒 或者是增加一倍的速度 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生成图像的速度 时间越长 它所生成的质量呢 一般 情况下也会更好 如果你对速度 要要求快的话 那么最好是不要使用这两个节点 对原图的影响 也不是很大 好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主要是说明一下 这几天呢 经常使用到这两个节点 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用 或者是有帮助的话 也请帮我的视频呢 在平台上增加一些权重 帮我点击关注加三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